想当年,也就是1970年5月27号,还不到28岁的温家宝,还仅仅是个年轻而普通的地职调查队成员。 就在这一天,他在日记中写道,我身在深山,但胸怀却像海一样的宽广。 我把自己的工作与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,就产生了无穷的力量,顽强的战斗。 这个年纪的我,正是浑浑噩噩的时候,温家宝却已经在麒莲山的深山野林中,占天斗地会傻青春了。 那时候的他,不仅心系国家,而且还情系人民。 事实证明,他能够在1982年到1987年的短短五年里,从基层的小干部一路平布青云, 靠的就是这一份不死不灭的内心力量和报效祖国的执着情怀。